这是两个男人互相救赎的故事 伊玛是个赌鬼 没钱还有梭哈 不仅全盘结束 还道歉不少钱 对方献他三天还情 乌鲁偏风连夜雨 又被一名叫巴郎的讨债员赌注 原来伊玛借了小额袋 现在没钱还 但只要宽限一天就行 明天的马赛他有内幕 绝对能赢 这也忽悠不了巴郎 这不是一个小混混能办到的事 他撒腿就跑 不过没帅开 巴郎最后开玩笑 实在没办法 可以去抢银行 伊玛静止走进银行 巴郎以为他要来真的 站在门口等待 他却对女职员沙芝说 巴郎是劫匪 身上还带着枪 正巧巴郎在偷东西 沙芝看见后就信了 趁巴郎被保安铲住 他轻松甩害对方 巴郎十分不敢 因为他欠了公司三百万 如果要不回钱 巴郎就负责偿还 此时的伊玛很得意 和沙芝来高等餐厅约会 中药点菜却看到了巴郎 他躲过巴郎的视线 和沙芝从餐厅留走 两人来到一家居酒屋 沙芝大胆是爱 看见他的第一眼 就知道是命运的选择 对此他有点羞涩 不知怎么接话 之后付款时 他的钱包却丢了 而在餐厅的巴郎 却被小提琴手小慧吸引 他的老板也看上小慧 命他前去邀约 等小慧也做完 他紧张的前去邀请 但小慧直接拒绝 已经和未婚夫订婚了 另一边 伊玛承诺下次还钱 还送别了沙芝 等人走远后 他将沙芝的名片扔掉 拿着沙芝给的钱 他跑去赌马 这次又输了 还被债主找到 让他借小贷还钱 可惜他信用破产 借不到了 收索干头 他把巴郎约出来 趁机跳到脚下的船上 巴郎寒单学步 最后只抓住船尾 不得不求他救命 借此机会 他让巴郎发誓 以后不追自己 巴郎一诺前进 下船后在他腰上 接上锁链 将两人锁在一起 这样就不用追了 一边说还一边将他牵走 两人来到一家居酒屋 老板的女儿小贤 和巴郎很熟 劝他找个正经工作 他看不上 觉得赚不到大钱 小贤讽刺他眼高手低 他反春相机 都三十岁了 还找不到男人 两人吵了起来 一马却觉得两人很像 小贤还有一种特异功能 能一眼看出客人的过去 一马不信心 小贤定睛一看 一马有点小聪明 而且出身不差 曾经也很努力 以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是遇到了无法言说的痛苦 从一马的表情来看 说的还挺准 晚饭后 巴郎牵着一马回到家 将一马绑在椅子上 防止睡觉时一马逃走 一马的确想逃走 按住他的手说自己爱好特殊 这可惹恼了他 把一马吊起来 一马眼前浮现画面 女人在水中走 然后一个回眸 接着突然惊醒 巴郎好奇栗子是谁 刚才一马一直叫着栗子 一马说不认识 他觉得一定是被甩了 一马立声否认 看一马还不出钱 巴郎决定让他帮自己讨债 两人来到一栋别墅 谁料小慧从房里走出 房间的主人是小慧的未婚夫 已经连夜套走 小慧也是刚刚知道 看着小慧纯洁的面孔 他再也不讨了 想直接离开 却被一马拦住 他只能确认了情况 未婚夫借了240万 担保人是小慧 如果找不到未婚夫 小慧就要还钱 但小慧没有未婚夫的联系方式 希望他给点时间 他非快答应 逃出这个房钱 小慧若有所思 为了心上人 一向老师的巴郎对老板撒了谎 没找到担保人 一马先又不忍 没揭穿他 不过巴郎不手软 找一马的亲人讨债 他母亲人在乡下 父亲已在半年前死了 最后只找到了叔叔 但叔叔也和他断绝关系 原来他从事医学院的学生 但临近毕业却擅在休学 把有心脏病的父亲切死 叔叔质问为什么这么做 他仍一言不发 巴郎也很好奇 他现在才24岁 还债后重新开始还来得及 他特别不谢 像巴郎这种讨债的烂人 就别这么高尚了 巴郎也怒了 向烂人借钱 岂不是更烂 把往事当作借口 总是自怨自艾 还一副不愿解释的样子 有什么值得骄傲 也就剩那张鸣片女人的脸了 一马决定给巴郎一个教训 要和巴郎一决胜负 赢了欠的钱就一笔勾销 输了就一辈子听巴郎的命令 两人摆开阵势 一马趁机偷袭 将巴郎踢倒在地 并不断追击 但巴郎趁他得意 一下把他打翻 他再扑过去 又被一拳放倒 很快他就不能起身 原来巴郎曾是个拳击手 只因打伤污蔑自己图钱的饭店老板 结束了拳击生涯 还因此进过监狱 巴郎想了解一马的过去 但他心如死灰 什么都不肯说 因为按照约定 他这辈子都要听巴郎的命令 巴郎很高兴 决定用他这张脸还债 将他打扮一番 去珠宝店寻找目标 只找要貌普通的女妇婆 他有点下不去手 巴郎对此鼓励 他外表英俊潇洒 又会说谎 还自私冷血 只要和富婆结婚 一定能让对方帮忙还钱 一马来到目标前 结果有个漂亮的客人经过 他当即改变目标 刚说出巴郎想出的情话 就被对方的男友注意到 轻易把他提起来 他把人引到店外 希望巴郎帮忙 可巴郎也很生气 任由他被暴揍一顿 他不想随便结婚 巴郎退了一步 让他自己选择目标 他想到了之前借钱的沙芝 很快沙芝接到电话 巴郎才发现 上次他和沙芝约会 用的是假名字 还要伪装一个职业 正巧他上过医学院 而医生是女人结婚 最理想的职业之一 现在年纪太小 当不了医生 那就是失习医生了 以后要继承父亲的医院 一马还索要活动经费 之前向沙芝借了不少钱 借钱不还可留不下好印象 而且初次约会 总不能让女方花钱吧 巴郎无奈缺钱 他拿起钱包就跑 约会正式进行 沙芝对一马的职业很惊奇 还好奇是哪间医院 他说下次带沙芝参观 还要介绍父亲认识 沙芝这下害羞了 紧张也太快了 他说出上次没说完的情话 世界上有件事 只有你我才知道 那就是两人之间爱的结果 接着他还钱给沙芝 一向不喜欢借钱不还 沙芝觉得他很政治 主动牵上他的手 他的心情很复杂 两人来到沙芝家 是一栋豪华别墅 沙芝劝他今晚留下来 他有些异动 睁腰吻下去 眼前浮现粒子的身影 他慢慢将沙芝推开 沙芝奇怪的睁眼 他只能来个拥抱 下次再说吧 沙芝有点难以接受 八郎觉得进展太慢 他建议放弃偏婚计划 八郎知道原因 他还是忘不了粒子 计划本该夭折 但老板在公司催债 一马和小慧的钱如果还不上 就要八郎来还 八郎只能去找小慧 小慧仍然没有未婚妇的消息 掏出所有的积蓄 但还欠二百万 八郎想起老板的话 实在不行就去下海 但看着小慧纯洁的面孔 话根本说不出口 建议等未婚妇回来 一马认为这是个机会 趁小慧现在失恋 八郎可以学和问暖 接着帮小慧还钱多次接触 说不定能擦出爱的活化 八郎难以接受 自己可是个纯洁的人 这时沙芝打来电话 明天想和一马约会 还想拜见一马的院长父亲 八郎找到一家医院 用免除债务利息做条件 让医生帮忙演戏 沙芝来到医院 表情有点奇怪 医生和一马打了招呼 说院长外出廊 一马还查看了病例表 表现得很娴熟 沙芝对此惊叹连连 一场戏之后 一马假装坦白 现在还有个交往的女友 沙芝一下就相信了 所以才不敢亲自己 她表个心意 真的爱上沙芝 但女友不愿分手 所以她不能再和沙芝来往 说着就要离开 八郎拦住她 假装是她的哥哥 沙芝觉得八郎也说 其实之前在银行见过 八郎急忙戴上眼镜 讲起医马的苦衷 女友一直纠缠她 还想告上法庭 沙芝建议用钱解决 但她只是个失戏医生 没存下钱 也不想向父亲开口 沙芝决定资助她 她狮子大开口 要三百万 沙芝一点都不怀疑 存款加上父母拜托 应该能凑够 她假意拒绝 但沙芝一定要帮忙 因为真心喜欢她 离开医院时 有医生认出了医马 是她的大学同学 另一个医生还把沙芝拦住 原来是沙芝的父亲 也是医院的院长 这下尴尬了 同学再次开口 说出医马的真面和事迹 从医学院退学 现在是混混 她羞愤的离开 沙芝早就知道她是骗子 却一直在演戏 沙芝正有解释 她直接告辞 八郎怪她不把事情搞清楚 她一脸无所谓 八郎看不惯她这样 觉得是失恋综合症 鼓励她把莉子抢回来 她吃声饮笑 怎么抢回一个死人呢 当年莉子怀孕 她却不相信孩子是自己的 因为最好的朋友告诉她 孩子是朋友的 莉子被证明自己的清白 最后投海而死 她亲手害死自己的女人 从那时起 每次她想亲吻女人 就会想起莉子 骗婚计划告吹 医马去小贤的居酒屋喝酒 没想到沙芝找上门来 说出医马的真名 决定重新开始 另一边 小慧来到八郎的公寓 还主动脱下鞋 把小贤认成八郎的女友 八郎为避免误会 立即赶走小贤 此时沙芝将医马带回自己家 还将门反锁 一句话都不说 直接脱掉鞋 解开自己的上衣 医马倒是很紧张 小慧也在脱衣服 也一言不发 八郎这下慌了 但小慧却加快了速度 此时沙芝露出肩膀 小慧也露出胳膊 医马很奇怪 为何追着自己不放 还是那句话 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感到是命运的安排 沙芝的过去很圆满 从入学到工作 都依靠父亲的安排 只要在家口聪明 又能干的老公 就能成为世人眼中的幸福女人 可自从遇见她后 就感到这种人生的无趣 所以她谎称是院长的儿子 沙芝也随她入戏 那一幕好像戏剧 可沙芝想和她用一声去演奏 医马无法理解 沙芝从背后抱着她 这辈子就认定她了 她又想起例子 将沙芝推倒 希望沙芝能反悔 但沙芝不后悔 她掐住沙芝的脖子 可沙芝认为很幸福 谁说绕指柔不能破百炼钢 不过有一点沙芝很在意 她为什么不亲自己 她找到拒绝的理由了 当然是不喜欢 转身离开了房间 沙芝的眼泪都差点出来 太上自责了 另一边 小慧露出睡衣 但巴朗看都不敢看 问发生了什么 原来她见过未婚夫了 但对方还不起钱 还希望她帮忙储200万 让对方去维也纳留学 只要安定下来 就会接她过去结婚 巴朗觉得小慧被骗了 自称艺术家 随时会消失 还总是画饼 太可疑了 如果未婚夫真的爱她 怎么忍心让她吃苦 自己跑去国外留学 分明是要讨债 况且她也还不起钱 小慧无法反驳 最后哭了起来 她知道没钱 只能这样来还债 小慧这么一哭 巴朗心就软了 帮她承担了24万的利息 还决定帮她还钱 最后放她离开 隔天一马和巴朗疼头 知道了对方的情况 巴朗说起小慧的事 希望小慧让小慧在店里打工 一天工作5小时 日薪2万就行 这想的也太美 小慧当然拒绝 巴朗还向一马催战 一个月内要还情 一马不想骗婚 还向巴朗放出大话 只要一星期就行 方法就是去赌 赌输了之后 一马找之前被骗的女人借钱 最后无功而返 结果碰到巴朗公司的人 投跑时被赌到死路 眼看要被对方找到 巴朗将一马拉起 两人藏在一街 虽然底下是公司的同事 但巴朗不想出卖一马 决定将人引走 让她趁机逃离 她被感动了 让巴朗去找小慧 小慧在一家酒吧打工 这可能是堕落的开端 一马逃脱后 没钱吃饭 小贤主动点餐 还说可以积账 她接触好意 认为小贤喜欢巴朗 还建议小贤表白 小贤立即否认 另一边 巴朗来到酒吧 看到小贤被人纠缠 她点了小贤的钟 小贤神色有欲 和她打上招呼 她奇怪小贤不找自己帮忙 小贤真是不想麻烦她 一边说 还一边开了酒 小贤谈起了未婚夫 三年前认识到 那时小贤的音乐梦想失败 未婚夫鼓励了她 巴朗感动身受 两人碰了杯 小贤提起了小贤 她说两人没有关系 自己现在单身 但巴朗不年轻了 小贤觉得父母一定会催促 然而巴朗的父母早已过世 在她上中学时 家里发生了火灾 父母和弟弟都被烧死 等她回到家 房子和亲人都没了 这一晃15年都过去了 小贤很抱歉 但巴朗不喜欢这样 只想看到小贤高兴的样子 之后也会天天过来 小贤委婉归劝 这里消费很贵的 她却说没问题 小贤笑着离开 她一看账单 四万八 感觉被小贤坑了 此刻姨妈也在配酒 一位普通的女客人很喜欢她 也要天天来捧场 她有点接受不了 直接不干了 此时巴朗回到公寓 却意外见到沙芝 她想知道姨妈的事情 姨妈无计可食 感觉自己就像条狗 只能借酒消丑 又想起了栗子 两人亲密接吻 然后栗子离她而去 之后姨妈去老地方等巴朗 但等来了沙芝 她知道了栗子的事 也知道姨妈不亲她的原因 所以姨妈并不讨厌她 她还给姨妈一个惊喜 姨妈的欠款已经被她还上 现在姨妈自由了 姨妈不惜反怒 不接受这个好意 她希望姨妈面对现实 可姨妈不想争辩 冒着青藤的大雨逃走 姨妈回到巴朗家 要巴朗将钱还给沙芝 巴朗无法理解 沙芝家里有钱 人有漂亮 心肠还好 为何要为一个死人拒绝呢 这样的机会一生可能只有一次 千万别错过了 姨妈停不进去 要巴朗将钱还给她 巴朗不愿意 有本事来拿 她忘了之前的教训 直接不向巴朗 又被巴朗放倒 不过这次她没放弃 一次次爬起来又被打倒 巴朗被她感动 决定把钱还给沙芝 钱还了之后 沙芝又来敲门 姨妈躲进柜子里 发现了巴朗藏的钱 沙芝让巴朗转告姨妈 绝对不会放弃的 因为沙芝相信 两人一定有幸福的未来 姨妈可不相信 来到婚介所 现在只能骗婚了 姨妈见了几个女人 都富有而平庸 另一边 巴朗去酒吧找小慧 小慧明显醉了 她把未婚夫的事告诉客人 大家都认为她被骗了 说她为男人牺牲了一切 可她清楚的知道 自己不是个好女孩 上回去巴朗家 是看出巴朗的性格 故意装上那样 她其实是个坏女人 所以未婚夫不要了 巴朗鼓励小慧 就喜欢这样的她 喜欢看她拉小提琴 喜欢她为爱人付出的样子 让她别再自暴自欺 世界上有两种不能缺少的东西 是爱的力量和相信的勇气 小慧十分感动 一下就清醒了 另一边 姨妈继续骗婚 还是相同的套路 被女友纠缠 结果沙汁突然杀出 将一切解剖 会和姨妈纠缠到底 只允许骗她 不许去骗别人 如果需要钱 她会想办法 别再骗婚了 她想摆脱沙汁 不小心将沙汁甩在地上 一下扭伤了脚 她也不打算服 就算这样 沙汁也不会放弃 认为是命运的选择 命运对姨妈很不顾 又被追债的人找到 无奈之下 她用八郎藏的钱花债 钱中间还加了封信 债主将信扔到垃圾堆 姨妈借酒消除 想知道小嫌为何不想结婚 因为小嫌的母亲去世了 家里有六个弟弟要养 最小的还是小学生 结婚后就要离开这个家 除非对方入罪 在弟弟们成年之前 小嫌不想结婚 小嫌还说起八郎的家事 全家人都在火灾里丧生 八郎还认为弟弟不该死 那晚他离家出走 弟弟希望一起离开 他没答应 他对此很后悔 小嫌这才发现 姨妈的年龄和弟弟一样 或许八郎将姨妈 当成了死去的弟弟 所以才那么关心姨妈 没想到八郎气冲冲的过来 指责姨妈这个贼 还问起那封信 那是弟弟最后寄出的信 姨妈很难受 进入垃圾堆里寻找 两人找了一页 最后都没找到 八郎首先放弃 反正信的内容都背下了 不过以后不想见到姨妈了 两人就此分手吧 姨妈十分内疚 只能默默离开 这一幕被小儿带公司的人看到 失落的姨妈去喝酒 得知八郎被公司的人带走 他立即飞奔而去 来到公司门外 透过窗户观察 八郎正被人痛揍 老板认为八郎背叛了自己 八郎只说不认识姨妈 但老板可不相信 姨妈没有冲动 返回去找沙池 沙池的腿还没好 他不管不顾 要沙池和自己结婚 沙池很惊讶 他跪在地上重置恳求 姨妈终于结束了自己 沙池却不太高兴 很快姨妈返回公司 将欠的钱一次还清 八郎假装和姨妈部署 终于侥幸过关 八郎猜到那笔钱 是姨妈向沙池借来的 姨妈痛快承认 再给了他一笔钱 算是之前拖的那笔 两人从此两情 姨妈开始了新生活 租了个小房子 沙池也帮忙打扫 毕竟两人都要结婚了 但他又反悔了 要等还清沙池的欠款 再和沙池结婚 沙池不想再托 但在他的恳求下 勉强同意了 但沙池有个问题 姨妈真的爱他吗 他不想听姨妈的回答 只求姨妈问他 姨妈将沙池抱紧 他闭上双眼 姨妈慢慢靠近 又想起了例子 结婚变成了拥抱 接着再来一次 这次成功了 两人终于问上 但姨妈有点不习惯 问了很长时间 沙池特别高兴 姨妈却有些内疚 另一边 八郎准备表白 去公园找小慧 刚拿出准备好的戒指 就看到了小慧的未婚夫 未婚夫是来还钱的 一次性将钱还清 准备去维也纳留学 小慧也要跟着去 两人看起来很恩爱 小慧恢复了久尾的笑容 还要请八郎吃饭 他苦涩的拒绝了 小慧最后真诚的感谢他 八郎去找小贤诉苦 还要和小贤上床 他不想这么随便 八郎还让他嫁给自己 太没诚意了 他当然不答应 生活总要继续 这天八郎在同债时 巧遇了姨妈 原来姨妈也成为了催债员 八郎觉得姨妈又在逃避 不想以后被埋怨 和沙芝结婚是为了救自己 而且他不想结婚 沙芝就会多想 认为是忘不了例子 如果真的爱沙芝 就应该让沙芝有安全感 姨妈恍然大悟 也看出八郎郁郁郁寡欢 说出小贤喜欢八郎 建议八郎灵溪身边人 八郎当晚就去见小贤 给小贤送了蛋糕 还为之前的话道歉 想试探小贤的心意 但小贤委婉拒绝 要等弟弟们都长大后 才打算结婚 大概要十五年 八郎恍然若逝 姨妈也发现不对 虽然沙芝表现得很开心 但总感觉有心事 小贤又不知怎么开口 出门前 他想来个离别之吻 但沙芝主动牵上脸颊 急匆匆的离开 另一边 八郎想了很久 决定将戒指送给小贤 但小贤此时打了电话 明天就要离开了 想见他最后一面 结果当天就出了意外 姨妈前去讨债 被对方指到威胁 八郎出手相救 不料被刀插到腿部 姨妈将八郎送到医院 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静养即可 八郎觉得姨妈不适合讨债 他应该成为医生 而且会成为很好的医生 姨妈有点心动 离开了病房 八郎拖着受伤的腿 找到了小贤 小贤为八郎演奏一曲 在激进的公园里 八郎听着悠扬的音乐 心情特别悲伤 有人悲就有人歇 姨妈和莎芝在海边玩耍 莎芝兴奋的像个孩子 姨妈却想起了栗子 莎芝再三恳求 问她为什么喜欢栗子 她说和栗子在一起时 感觉做什么都能成功 什么事都能坦然面对 莎芝听后心虚不平 突然想喝饮料 她跑到远处去买 莎芝将头转向大海 与此同时 小贤的演奏结束 告诉八郎自己要回乡下了 因为未婚夫劈腿 还款的钱是那关女孩出道 一起去维也纳的是那两个人 此时姨妈买回饮料 莎芝却不见了 她看到沙滩上的鞋子和包 飞快地跑向大海 八郎则将小贵送上车站 车子慢慢远去 八郎突然追上去 叫出小贵的名字 小贵在车尾向往 姨妈也在奔跑 莎芝慢慢走向海中 她来到岸边呼唤 但莎芝没停下来 她立即冲入海中 此时海水已经没过莎芝的脖子 她奋力游过去 但海水没过莎芝的头 等她游到时 只剩下莎芝的衣服 汽车停了下来 她说出心里话 真的喜欢小贵 请留在她身边吧 车子在此时开动 小贵拒绝了 自己不是理想的结婚对象 八郎保证让小贵一辈子幸福 但小贵低下头 说声对不起 她跌倒在地 看着车子远离 车上的小贵也闭上双眼 另一边 姨妈将沙汁救出 展开人工呼吸 祈求上天保佑 好在她吐出一口水 醒了过来 姨妈替她不爱惜自己 她只是不想说 不甘心输给莉子 姨妈无言以对 沙父对此很愤怒 让姨妈别再和女儿见面了 她带给沙汁的只有痛苦 借的钱也不用还了 她落寞离开 小贵也彻底失望 让姨妈转告八郎 今后别再来店里了 此后八郎一心讨债 不再同情债主 姨妈则彻也难免 想的全是沙汁 她在赌场和八郎不期而遇 两人都输了 互相安慰了对方 零酒前八郎捡起一张中奖的票 换了一大笔钱 两人去KTV掌割 配合的很是默契 姨妈带八郎去找小贵 小贵正在打包行李 八郎又怂了 不想再次被拒绝 姨妈看不下去 给小贵暗示八郎的心意 可小贵再次拒绝 八郎转身离开 姨妈放下戒指 小贵有些感动 两人准备去酒吧买醉 却碰见了老板 看出两人关系不错 老板很生气 最讨厌别人骗自己了 把两人狠狠教训一顿 两人感觉只要在一起 就会倒霉 决定分道扬镳 暴雨倾盆而下 独立的两人又在过道相逢 真是解不开的缘分 于是谈起梦想 姨妈想成为医生 是想拯救受苦的病人 可连自己爱人都救不活的医生 到底有什么用呢 而八郎当拳击手 是因为家人全部去世 除了打架没什么特长 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姨妈重新振作 再这样下去 永远没人关系 只会无声无息死在褥中 八郎也觉悟了 要出现在阳光之下 姨妈主动找上杀枝 决定和她重续前缘 她很欣慰 一直相信姨妈会回来 又有些难受 等待的日子比想象中难熬 杀父出来阻止 杀枝拉起姨妈就跑 这次不会再放手了 两人又来到海边 还是栗子死去的地方 姨妈决定把栗子忘记 希望杀枝再相信她一次 一旦她将栗子忘记 两人就结婚 杀枝举手发誓 从今往后 这辈子只相信姨妈 另一边 八郎决定辞职 老板不在意那晚的事 还发出威胁 但她还是依然离开 与此同时 小慧没有见八郎 而是拜托小贤 将戒指还给八郎 小贤心情复杂 最后将戒指归还 八郎很失落 姨妈怒气不争 拿起那个戒指 扯着八郎离开 两人跑到火车站 小慧还没离开 但八郎却不敢上前 看到小慧上了火车 姨妈刺激她 她根本不知道 失去爱人有多痛苦 如果就这样放小慧走 她绝对会后悔一声 如果真的爱小慧 死也不会愿意分开的 这话打动了八郎 她拖着受伤的腿 找到了小慧 拉起小慧就下车 小慧半退半救 还没拿行李 就被拉下了火车 八郎将姨妈扑倒 小慧也摔倒在地 火车顺利挤动 表白的时间到了 但八郎还在纠结 小慧却主动发声 所有的行李都丢了 现在只剩下自己了 她还愿意接受吗 她求之不得 在姨妈的提醒下 把戒指给小慧戴上 两人相视一笑 此时无声声有声 小慧很果断 带着八郎来到婚姻登记所 签下自己的名字 八郎还想请客 小慧不想铺杖 之后告诉父母就行 直接盖上印章 但八郎没带印章 此事只好暂时作罢 八郎牵起小慧的时候 正式开始约会 老板突然出现 希望八郎留在公司 两人有点不安 沙芝也很紧张 不想让姨妈去见沙父 但她希望得到沙父的认可 沙父没有认可 沙芝只会和医院的继承者结婚 希望她别再打扰沙芝 沙芝安慰姨妈 绝不会和别人结婚 还觉得她变了 不再那么完事不顾 或许就像八郎所说 八郎把姨妈彻底改变了 沙芝还听到小慧的话 正如姨妈所说 姨妈把八郎彻底改变了 八郎正要反驳 却看到了旁边的姨妈 两人一口同声 说对方在胡说八道 八郎想让姨妈和沙芝当证婚人 仪式很简单 新房就在八郎的公寓 正冲进了蔚来 八郎收到电话 急急忙忙的离开 电话是老板打的 要八郎为她做最后一件事 去老板前女友的公寓 拿回老板的钱 她即将结婚 怎么可能答应 老板一直纠缠 八郎有点发愁 却看见了小贤 小贤打扮得很漂亮 装作不认识她 主动去邀约 让她和女友分手 和自己交往 八郎拒绝了 明天就要和小慧结婚 小贤后悔莫及 早知道就提前表白了 此时的小慧正在打扫八郎家 公司的同事前来骚扰 小慧赶紧关门 可惜失败了 对方图谋不轨 小慧拼命反抗 但很快就被压倒 幸好一马此时过来 小慧也拿起刀威胁 同事兴想离开 小慧对此特别后怕 一马前去安慰 事情过后 一马建议八郎将婚礼 办得隆重些 好让小慧忘记那些事 八郎去找老板 老板假意训斥同事 又说起之前的提议 暗含威胁之意 如果不同意 只能去骚扰小慧了 八郎被捉到软肋 只能从了 他还对小慧心怀愧疚 可小慧不后悔 还表示更加坚强了 他发誓一定会全力保护小慧 让小慧过上幸福的日子 两双手握在一起 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结婚的时候到了 八郎却要外出 一马猜出是老板的命令 决定一起过去 两人来到目的地 却发现了女人的尸体 看样子是老板杀的 此时小慧一身白沙 等待八郎的到来 小贤也前来祝福 但八郎却一直没到 两人猜出老板的目的 就是嫁和八郎 警察果然过来 两人跳楼逃走 但八郎的腿受了伤 一直没甩开警察 他决定让一马先走 防止被一网打尽 小慧也拜托一马照顾了 眼看警察到来 一马只能逃跑 而八郎站在原地 最后被带走 一晃四年过去 一马和沙芝举行了婚礼 他在沙芙的医院当了医生 医术精湛广受豪评 将来也会继承医院 一马想起了八郎 可惜八郎没来 婚礼照常举行 他和沙芝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他表现得也很得体 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 小贤也订婚了 但不是八郎 八郎只坐了一年了 警方查到真凶后将他放出 然后就消失了三年 小慧也失去联系 真可谓事实无常 但沙芝觉得自己很幸运 现在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但沙芝不知道 一马知道小慧的缺项 还偷偷去看小慧 小慧在超市当收银员 还生了个儿子一郎 儿子是八郎的 但一郎却很喜欢一马 三人一起回家 看起来像一家人 小慧还希望一马在家里过夜 但他借过工作要离开 小慧的眼神迷离 他也有点躲躲闪闪 一马晚上在医院值班 碰到最早的八郎 看起来酒精中毒了 他一番埋怨 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不去见小慧 八郎让他先别告诉小慧 等脸上的伤好了 再去见也不迟 一马回到家 正要把十九说给沙志 却听到八郎逃跑 他立即准备去找 沙志觉得有点奇怪 一马在街角找到八郎 八郎酒饮饭了 他将八郎绑住 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回馈 以报答当年被绑之处 原来八郎出狱后 也想找份正当的工作 但因为有钱科 根本找不到 所以最后只能酗酒 八郎让一马别管自己 一马刚结婚 应该和沙志享受命运 何苦陪着一个酒鬼呢 此时八郎酒饮饭了 哀求他给酒喝 他决定像之前一样 和八郎一决胜负 赢了就有酒喝 八郎几次都破了空 轻易被放倒 还被一马暴揍 从前那个矫健的拳击手 如今已经死了 一马决定以轻动之 让八郎看看小慧和儿子一郎 一郎一直想见爸爸 小慧也在等他回来 他很羞愧 避开小慧的视线 嘴上还不认输 一郎不一定是自己的 他只和小慧睡过一次 一马很愤怒 把他扔下车 就在路边冻死吧 八郎找小慧讨酒喝 小慧一如既往的热情 结果小慧的未婚夫来了 他不好意思待下去 小慧将八郎的惨状告诉一马 一马压抑不住感情 去老地方找他 八郎果然在那 还想要跳河 他死了对所有人都好 说着就跳下去 一马跟着跳下 将他救上岸 他依然沮丧 就算自己死了 也没人会伤心 一马反而笑了 这些两人出见是一马的词 但现在情况不同 他如果死了 一马就会伤心 八郎很感动 一马也留下眼泪 八郎搬回曾经的公寓 一马给他添置家具 让他按时服药 又鼓励他戒酒 一马还帮助小慧 解决一郎的问题 他感觉小慧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纯洁 他做出承诺 八郎很快就会回来 沙父发现了一马的异状 最近他看起来有点累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能隐瞒 八郎在小慧的店里帮忙 这间店是小慧的生命 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 虽然两年前 父亲去世留下很多债务 但他一定要将店围扎下去 八郎脱口而出 所以才要嫁给 帮他还债的男人吗 他又给八郎机会 农却自己吗 八郎低下头拒绝 晚上八郎回到公寓 却意外看到了沙汁 他拜托八郎 别再和一马来往了 一马要继承沙父的医院 本来就很辛苦 但最近特别疲惫 经常在医院发呆 八郎知道是睡眠不足 你看八郎沉默 沙汁拿出钱来侮辱八郎 八郎把钱扔回去 让他赶紧走 他欲言又止 只能离开 八郎也下定决心 隔天就去医院大闹 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还要把小慧让给一马 一马很悲痛 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 以后再也不想见到八郎 他既背又息 又来到小慧床下 但最后转身离开 在公园过了一夜 起身后看见一郎 把球还给对方 接着听到小慧的声音 他急忙逃离 但忍不住偷偷去看 小慧和一郎打打闹闹 这让他十分自责 将身边的酒全倒了 一个月后 八郎在小贤店里打工 变得干净利落 一马也来看他 他态度入场 这次终于把酒接了 一马得知他还没去看小慧 主动提出帮忙 以庆祝一郎的生日为由 约小慧去小贤店里 八郎很紧张 反复练习和一郎的见面语 还准备了礼物 一马很是欣慰 生日那天到了 小慧和一郎来到店里 看到老板在殴打欠债者 劝老板收手 欠债者祈求他救命 他只能挣脱 老板讽刺他只会说场面话 还是个混混 他回身变大 结果被痛揍一顿 老板要八郎回来 他不仅拒绝 还嘲讽老板是个收回渣子 老板很愤怒 决定灌他酒 一马打电话催他 结果没打通 小慧猜到了一切 不久电话响了 是老板打来的 要一马接最久的八郎回去 一马跑到现场 八郎已经不小人事 他气得想动手 但老板说他有身份和地位 闹到警局对名声不好 他忍了再忍 八郎也劝他冷静 这更刺激了他 一拳就将老板打倒 冲上去不停暴打 很快老板就昏死过去 八郎劝他别担心 就说两人当时离开了 这样的社会败类 不会有人在意 这话可说错了 警官很快找到八郎 老板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根据手下的描述 犯人不可能是八郎 八郎承认是一马干的 还是一马掐死的 说完话就装成酒瘾饭了 罪鬼的话不可信 这样能减轻一马的嫌疑 一马接触问询 当时接走八郎就离开了 否认了和八郎的关系 他这样的身份 也不可能和八郎做朋友 八郎提议别再见面 被警官看见就不妙了 一马心事重处 决定前去自首 八郎不同意 还威胁一马 如果他自首 那八郎就一辈子不见小慧 一马回家后 沙汁说警察来过 还问起一马和八郎的关系 沙汁当然隐瞒 还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不好意思说 沙汁又急又气 两人是夫妻 为什么他总是隐瞒 夫妻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吗 说起这个 他走过沙汁去见八郎 还让八郎远离自己 沙汁也生气了 反问他为什么要去见小慧 还暗地里瞒着自己 他根本就没有爱过自己 他在沙发上睡到大半夜 小慧打了电话 问起八郎的事情 他不想管了 让小慧和他别再见面了 电话也别打了 八郎也接到了电话 是沙汁打来的 告诉他自己和一郎吵架了 因为一郎爱着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小慧 是他最好朋友的妻子 八郎本想找小慧对质 听到小慧和一郎在对话 一郎当不成一郎的爸爸 因为一郎心中 有比小慧更喜欢的人 八郎又去医院发警风 急急将沙汁的怀疑告诉一郎 让一郎多陪陪沙汁 这样才不会胡思乱想 一郎也建议八郎别来了 快去看看小慧 这一幕被警官看到 八郎装作酒饮饭了 急忙离开 警官对姨马盘问一番 姨马感觉要暴露了 小慧很担心八郎 因为警察上门问过 小慧主动抱住他 他没挣脱 可未婚夫打来电话 他一下回到现实 小慧要八郎抱自己一次 如果不抱 自己无法私信 也就不能嫁给未婚夫 与此同时 小慧去医院找姨马 想知道发失了什么 但姨马说不出口 总不能说因为他和沙汁吵架了 小慧只能忧伤离开 说以后再也不打扰了 姨马将他紧紧抱住 他不知所措 姨马让他安静 突然想亲吻 不过最后退缩了 姨马还将八郎的事告诉小慧 决定安排两人见面 与此同时 八郎和小贤结束了战斗 贤者时刻一到 八郎就有一些后悔 又想起小慧 不久后 姨马签下离婚协议说 将文件留给沙汁 戒指也摘了 还从沙夫的医院辞职 之后姨马带着小慧和一郎 等待八郎的到来 八郎打了电话 在不远处偷K 说给小慧留了礼物 还让小慧忘了他 又拜托姨马照顾小慧和一郎 姨马感觉不对 在警局门前将八郎拦住 姨马决定自首 被八郎一拳击到 他继续出拳 将姨马打晕 然后被警察带走 等姨马醒来 沙汁就在眼前 埋怨他什么都不说 还将他的辞职信归还 沙夫让他照常上班 至于离婚协议说 沙汁正有开口 小慧却过来探望 沙汁只能离开 姨马问起八郎 小慧去警局见八郎 但八郎拒绝见面 小慧也很自责 嘴上说要等八郎回来 结果心里却犯了错 小贤想知道真相 八郎是不是替姨马点罪 但八郎什么都不说 建议他婚后就别来了 但他却不结婚了 居酒屋也要关门了 八郎按捺不住 向小贤求婚 希望他能等自己出狱 可他依然拒绝 八郎希望他向姨马转责 以后再也别见了 希望姨马过得幸福 姨马仍想自首 八郎说的去做 这样八郎也会高兴 此时居酒屋已经关门 却进来一名英俊的男客人 小贤招待了对方 姨马犹豫不决 去见了沙汁 沙汁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已在离婚书上签字 这是最后的晚餐了 姨马很抱歉 沙汁也回忆往事 从第一眼开始 就艰辛两人一定会在一起 现在想来或许是一厢情愿 命运只能由自己创造 姨马天后决定自首 警官认为政策和八郎的不服 决定让两人谈谈 两人中先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八郎说自己是拳击手 有能力将人打伤 姨马可不行 姨马另辟蹊径 说八郎误会了她和小贵的关系 所以才会顶罪 警官决定让两人密探 保证不会窃听 八郎真心觉得 小贵和姨马在一起能幸福 而且姨马是个医生 能带给更多人幸福 所以姨马应该出去 姨马觉得八郎在逃避 这样一点也不哭 和以前的她有什么区别 当时和粒子分手 因为最好的朋友也爱粒子 她才决定退出 现在想来 不过是在保护自己 以为自己是个悲剧英雄 没想到粒子深受伤害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的八郎和当时的姨马 又有什么区别 说什么为了她好 但八郎这么做 她完全不会感激 人不就是在爱与被爱 得到与失去之中 最终才能成长吗 八郎无言以对 警官则是回来 八郎依然死要自己 姨马拜托她醒悟 然后哭了起来 她故作轻松 强调杀人冻结 老板陷害自己入狱 所以她有冻结 而姨马没有 警官问起姨马的冻结 姨马终于承认 八郎是自己的好友 还是一生中唯一的好友 她接近爸爸的否认 姨马浓声的低下眼泪 警官了解了情况 将八郎靠下来 他看了姨马一眼 快速离开 姨马永久坐在原地 八郎的眼眶也湿了 但警官解开手铐 将八郎送出警局 原来老板恢复了意识 警官刚才进来就知道了 了解情况后 姨马坦诚了一切 很快就能出狱 到时八郎会来接 八郎问姨马 自己是她最好的朋友吗 姨马逼扭的否认 八郎回到公寓 小慧和姨郎就站在门口 她转身就躲 但小慧这次看到了 穿着她送的鞋子 欢迎她的归来 对小慧而言 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就是八郎和姨郎了 姨郎看着爸爸 高兴的扔出棒球 八郎也特别感动 而且亲子游戏 不久后姨马出狱 但八郎却没来接 小慧也搬家了 姨马去了地方等人 还拿出沙芝的信 沙芝在口库时 与其和医院的继承人结婚 不如成为医院的继承人 姨马还会是医生吧 如果两人能在此相遇 那就真是秘密的选择 姨马微微一笑 不久后八郎赶来 最近太忙了 所以没来接 两人一起去吃烤肉 八郎说小贤结婚了 老公是店里的最后一名客人 是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 性格还很温和 而小慧则回了娘家福岛 在姨马出狱前 八郎不想和小慧结婚 因为想让姨马参加两人的婚礼 两人又回到老地方 姨马想起一件事 一定要把八郎打一顿 之前一直被八郎打 今天要还回去 一共要打十拳 边打还边说起他对八郎的怨念 八郎没有还手 打到第十拳 八郎灵活闪过 一拳将他放倒 这一拳是还给他的 最后两人出发福岛 但车子坏了 于是在路边来车 一辆垃圾车停下来 两人快步跑去 微风将头发吹得散乱 这是两个男人互相救赎的故事 八郎拯救了颓废的姨马 多年后 姨马又拯救了八郎 经历许多爱恨纠葛 两人的友谊意义升回 而姨马和沙芝的爱情 看起来很狗显 但反而很符合逻辑 姨马这样英俊的面孔 获得沙芝的清新也很正常 颜值真能改变命运 至于小慧和八郎的感情 让人摸不着头脑 小慧美丽又坚强 发现未婚和劈腿就果断分手 可见是个有主见的人 之前多次拒绝八郎 说明不喜欢这个笑容平平 性格冲动又不善表达的人 况且八郎还是讨债人 对小慧来说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怎么会因为感动 就接受八郎呢 人生至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